都可以 第三 要求美國總統確定哪些人是需要為銅鑼灣書店事件負責 以及香港基本自由受到打壓而負上責任的人 包括將書店相關人士引導回大陸、虛留或者受審的人 就會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並且拒絕他們入境美國 這個都是攬炒巴在8月16日 英美港民主權在民的集會上所推動的原因 因為很多香港的高官在他們任內期間 將我們香港的人權、致時都玩到滿目瘡矣 離任後就立刻可以啪啪啦就立刻走 移民到英美奧家 香港的殘酷就只要我們這些香港平民百姓去承受 《人權法》就是要杜絕這些行為的第一步 不過暫時《人權法》的版本 只得拒絕黑名單人士入境美國 並不會是撤銷他們的美國護照和綠卡 不過立法有比沒有好 起碼立法是一個好的開始 然後再慢慢實施其他相關的懲罰措施 其實《人權法》都不是什麼新的新鮮事 2014年有預算運動 之後2016年有議員被DQ之後 美國國會議員都會將他放在台上去談 不過每一次都無疾如終 因為美國國會每一兩年就會改選一次 上屆未通過的法案就會自動過期 不過今次情況有變 除了剛剛所說的少數黨領袖表達之後 就長期關注香港事務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8月的時候先後兩次用強硬的操詞 去表達到香港的關注 以及承諾全力去推動《人權法》 總統即將顯示 《人權法》好像有很大機會 會在美國復會之後通過 但一切都要看DQ的想法 加上9月初的時候 中美伺服器都加了關稅 中美貿易戰又變得激烈起來 DQ會不會好像G20的時候